大家好,我是林坤峰 歡迎加入今天的帶風向 我是六 你是六 我是六六六 六六大順 六六大順 不要亂暗示 這是名牌 名牌不要亂簽 但今天帶風向我要介紹 這兩位來賓呢 一位我們的台北市議員李明賢 這個是老朋友啦 那另外一位呢 這個以前呢 也經常在政論大家看得到 這是呢 前新北市議員也是 民進黨這次在新北市 最高票的 全國黨代表邱廷偉 邱廷偉好 大家好 欸 這一次喔 其實 我覺得 這個禮拜的大雨 也剛好來檢驗一下 過去85萬票 這個 支持韓市長 當然 我覺得 選民是有所期待啦 89 喔89是不是 不要 不要給人家 不要給他扣票 不要扣票 那這一次 這一次可能會 突破突破 我覺得網友滿有 蠻有哏的說 唯一支持韓國瑜 這一次的標語又跑出來 所以有可能突破89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比較敏感啦 明顯 這黑道介入來監票 我覺得這指控 嗨 他嚴肅了啦 有嚴肅 喔我上禮拜騎車 拍得很黑的 喔我皮膚黑 我就是黑道嗎 那內湖的黑道 還是說高雄人皮膚比較黑 就是黑道嗎 黑道其實要有證據耶 如果真的是黑道去干擾秩序的話 你現在距離投票不到不到10天嘛 我覺得警政署應該成立專案小組 甚至去清查 應該是這樣子啊 而不是透過放話去講說 喔有可能黑道去監票 因為到底有沒有監票 是幾天後才會發生嘛 那警政署如果有情資的話 就該去抓 應該要把這一次的投票 可以讓他公平公正的順利的進行啊 我覺得說高雄市警察局 本來人家要妨害秘密投票 因為大家說 不管是黑道還白道 我覺得 有人去監視我是不是罷寒的 我覺得這本來就會心生恐懼 我們兩個誰才是黑道 沒關係啊 我 你是比較善良 你是白道啦 那但是 如果你還監視 這是新北三種黑衣人 對 你如果監視我 你穿黑色的 我還是覺得很害怕啊 你穿黑衣我服了 今天是黑衣人 但是我內心很善良 所以我說不管黑道或白道 我認為妨害秘密投票 它就是不是正常的 它就是妨害 它妨害大家的自由嘛 所以 發起這個 很多人 你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這次藍軍當然其實有一個 某一個程度的操作是說 叫大家去交友 剛剛明顯講的 那所以去投票的人 就不是去交友的 那些人就是 就是 沒有眼中釘 那為什麼要去監視呢 投票所有都可以要監票啊 他說全程錄影 要拍別人 好像去投票的那個狀況 沒有也不能干擾 因為所有投票所 都有它的規定嘛 你在幾公尺範圍內 你不能接近 然後也不能有拉票 不能有干擾秩序的行為 罷韓成功的話 對國民黨當中傷害 對韓國瑜也不公平 因為畢竟對政治人物 當初的Man Day 是89萬票 支持他一個任期 那可以讓他做好一個任期 才是檢驗的 我覺得你沒有說真心話 我覺得對國民黨很多人來說 他覺得韓國瑜被罷免 不一定是傷害啊 那你又變黑道了 你看穿衣服 我是講真心話 因為你是國民黨 你不敢講真心話 你穿黑衣服 就在黑白鴿 因為他現在就正在算計 怎麼說怎麼說 到底後面他要怎麼佈局 有沒有要選黨主席 然後我覺得等一下那個影片 可以幫我擦一下 你喝口水 可以擦一下有一句話 韓國瑜自己說的 我是百年難得一見的政治奇才 我跟你直球對決 我叫韓國瑜 號稱 百年難得一見的政治奇才 這個是賴清德講的啦 沒有他自己也有說這句話嘛 他在總統辯論的時候 他順了賴清德講的 他自己也講說 我是難得一見的那個政治奇才 這一句話幫他撥一下 真的 他難得一見 所以他現在剩下什麼沒選 黨主席 他是奇才 他真的是奇葩很厲害 但是我的觀察是說 不管他這次有沒有被罷免 其實他都有可能會選當主席 明顯 當然存在各種可能性 黨內有各種陰謀論 可是我覺得說 這是罷免的投票 當然某種程度也顯示說 高雄市民對韓國瑜 當初第一個去選總統的不滿 你當初選了 你是跟我們說要做戲 你還叫你背棄我們 這個是不滿 到現在還是始終存在 第二個 當然最近高雄下雨 多少也會累積一些民運 這些都會影響 都會衝刀投票率 那第三個 如果假設你宣布就是說 你就有給高雄市民一個想像說 你未來有可能選黨主席 那不是某種程度一樣 又背棄高雄市民嗎 所以我認為說 這些未來在投票前 要降低這些民怨 降低這些投票率 建議韓市長要做一些 政治上的宣誓說 我沒可能選國民黨的黨主席 政治上的宣誓 要如何降低罷免的這些怒火 選來要進一步 如果你給高雄市民想像說 我未來有可能選東主席 我未來又可能選2024 那高雄市民不是會越來越滾嗎 所以這些的怒火 當然要降低啦 那我覺得明顯那個講的道理 可是 就是畢竟我覺得現在國民黨在處理一些不管兩岸各方面 江主席的態度上是跟以前不太一樣 我覺得江主席這樣子反而我覺得是比較明智比較聰明 然後也會讓人家覺得說國民黨好像有稍稍的有改變了 但是我認為說為什麼韓國瑜會受矚目的原因是 我剛剛講的他真的是政治奇才 因為他很喜歡擠好擠滿 而且他那個位置還沒坐熱 他就在想著再往上爬往上爬 所以他才會成為說台灣百年難得一見 第二次被罷免 第二次有可能會成功的人 如果不講可能人家會忘記說 韓國瑜曾經在當立委的時候 他曾經就要被罷免 只是當時的門檻太高 那現在門檻有修訂有下降了之後 才有可能會成功 所以你說他不是正式奇才嗎 我認為說他被罷免之後 他還是會覺得說我要有一席之地 他可能還是不會說虛心求教 然後等下一次的機會 他還是有可能會職工當主席 可是我看一看幾個他的這個 過去挺韓的好朋友 你看那個現在副昆期委員 他因為要去執行這個刑期 第二個是說像這個 顏清彪董事長 他最近因為身體開刀 他還要在家修養 雲林張家現在 可能也沒有那麼多的空間可以來運作 我覺得說幾個過去比較更挺的 像王金平院長現在也退休了 這一次又被提到說 他要不要在關鍵時刻動農漁會的力量 聽問你怎麼看 還有這個空間嗎 我是覺得這個就叫大難來時各自非 所以王院長可能也是做個面子這樣 大家反正來問了 不得罪 其實大家都能了解王院長的人 他本來就是狼狼狼 他本來就是廣結善緣的人 但是你要是要叫他去躺這個渾水 他沒有辦法幫韓國瑜掛保證說 他那當時怎麼會突然間 又說不選總統又跑去選總統 那如果他現在又幫他掛保證 結果後來韓國瑜又跑出來選黨主席 那我覺得王院長他不必冒這個風險 因為大家為什麼沒辦法再挺他的原因 就是都吃了他這個悶虧 大家都拍胸脯幫他掛保證 結果掛到現在 大家誰敢幫他掛保證 不知道嘛 甚至說他現在接下來未來 比如說明顯叫他掛保證說他以後 不選黨主席 這怎麼可能 他怎麼敢 我怎麼卡啦 我怎麼掛保證 他以前過去的都跟主席不錯 所以其實坦白說韓國瑜現在就是信用破產 對一個信用破產的人 我覺得還敢出來幫他掛保證 整個然後這個他家應該是銀行家 可是你看像現在江主席 當然明顯某一個程度上說 為了避免讓整個霸函太熱 不要燙起來 所以說黨中央也是稍微冷處理嘛 這會不會一冷就冷到底啊 越冷越好越冷越開花 真的嗎會不會冷到大家以後形同陌路 不會啦其實有默契啦 韓市長跟江主席都有討論過 知道這個罷免跟一般的投票不一樣 一般的投票越熱越好 看板掛越多越好 甚至投票前 然後所有的電視廣告啊 所有廣播廣告 網路廣告都滿天飛那最好 可是罷免不是耶 罷免越冷越好 甚至投票那一天大家都出去玩 忘了那一天要投票 睡過頭那更好啊 你們怎麼那麼怕666這個數字 人家飯店要促銷也不行 對啊 你知道消費者現在很失望耶 666我也不反對 如果前一天晚上要去住那最好 那就不用出來投票 就好好那個遊樂園 就好好去玩就好了啊 而且那個時間你知道嗎 6月中剛好期末考 好好留在台北念書不是很好嗎 你要浪費這時間回去 現在他趕快浪費時間 我就罵民學 重點回來 說到民進黨 現在 當然之前我訪問過幾個這個罷函 當中這些公民運動的朋友 民進黨這次態度有點尷尬 在高雄呢 我就講白了 如果說有人說 騎賣回去當然就是撿到 就是因為大家覺得說 給他一個 算是補償他也好啦 或者說還他一個公道也罷 可是對高雄其他的民代來說 廷衛 陳其邁上去可能要是做8年 他們的人生的政治又要再轉向了 會不會 其實不會啊 因為其實我們民進黨在高雄的 我有看什麼譬如趙天寧 劉水芳 大家都有表態說 如果萬一要補選的話 是希望還是陳其邁回來 我覺得他是有正當性的 而且我覺得高雄市民 都是這樣期待的 並沒有人敢說 我要出來再跟他爭 心裡的話不好說 沒有 可能就是等8年後再繼續再 或者是4年後再繼續再 趙天寧是這樣子嫌嗎 趙天寧是這樣子想 他現在是主委啊 對 所以主委想預價親身會不會 沒有沒有 他就是要顧權大權 他自己也有這樣說 好啦我們幫你們解決 你們內部的矛盾 就是讓韓市長驚險的在 對啊就是陳其邁啊 那這樣趙天寧怎麼辦 沒有什麼怎麼辦 其實我們黨內本來就有機制啊 不管你是初選啊 或者是徵招啊 這個一定會 黨內也是會協調 那趙天寧那一天為什麼反對 台北市議員去高雄聲援霸函 這個是他們自己內部的問題 就不是很清楚了 是這樣子 是他們自己的問題啦 但是我覺得民眾希望的 如果假設有補選的話 我認為陳其邁回去 這是非常公道 不過另外一個啊 即使你說說到未來性 我覺得韓市長的這個政治能量 當然還是不可以小觸啦 第一個 如果說以他自己來講 對黨來講 當然不要成為藍軍裡面說 到時候分庭抗禮的力量嘛 第二個是說 未來其實還面臨 除了黨主席在公職上 好如果他這一次驚險過關 留任 那下一屆他要不要連任 那連任完要不要再來選總統 大會喔 這是很多網友大家想問的 來我們請李明璇 網友怎麼都沒有創意啊 6月6號都還沒有過 這一個坎還沒過就想到下一個坎 幫他算命啊 因為大家總覺得說 他是人生蠻有積極規劃的 有時候不能太急 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我剛剛有講過了 我覺得說高雄市民對韓國瑜 當初去選總統 是很不滿的 對 即使那些挺藍軍喔 對韓市長還是有不滿的喔 所以你韓市長心中想著說 對未來還有企圖的話 這一批高雄市民 就會對你產生疑惑 他們就會出來投票 所以要降低這些人 出來罷韓的力量你就 韓市長必須要說服他們 我韓市長在高雄是做好做嘛 來不及了 今天你們民調都不能講倒數了 沒有 結果如果敢的會啦 因為你們韓市長表現出來的就不是 他也沒有那種氣度說 不然好啦 我乾脆就辭職 我再跟你選一次 我也會上 這個也是有 你講到辭職這個是有劇本 有人說乾脆韓市長 如果知道6月6號有點危險 但是6月5號喊出說 他如果6月5號辭職的話 我給他鼓掌 沒有啦 6月5號辭職 那不是陳其媽媽就拍手了嗎 不會啊 他就是說我有尬死 然後趙天廷就 日本人的股市精神 然後就是 其媽變這樣趙天廷就這樣子 不會啦 趙天廷還是很開心 趙天廷哪裡開心 我們民進黨的傳統就是這樣 誰出來大家都會全力支持 沒有啦 就民主機制來講的話 罷免當然要尊重高雄市民的最後決定 可是老實講 他的政治的後果是罷免成功之後 是高雄市民的勝利嗎 我不希望這樣解讀 你另外一層深層一 如果罷免韓市長成功的話 笑得最開心的是誰 剛剛廷會就說了 其邁啊 好啦我們今天就在 雙方互相吐槽的熱鬧氣氛當中 這個風向在南部現在是 吹得很亂的 那最後一分鐘好不好 明顯要怎麼樣替韓市長穩住寶座 韓市長必須在高雄做好做滿 拿出更多的政績來說服高雄市民 第二個罷免成功 不是高雄市民的勝利 是民進黨的勝利 需要讓民進黨完全執政 大到碰風大到拼去嘛 真的我覺得大家好好想想 民主需要制衡啊 老廷位要怎麼樣催出66萬票 我想高雄人已經一肚子的火 已經很久了 那被騙了這麼久了 也沒有發大財 現在可能會淹大水 所以呢6月6號呢 是這個 唯一的機會呢 可以在讓高雄呢 重返榮耀的時候 那這個民賢呢 他是來吹票說要666 不是我說1啊 每個人都要投出你這寶貴的一票 6月6號大家一起去去玩吧 好啦不管怎麼樣好不好 我們也說高雄市民辛苦了 我現在很明顯了 韓市長辛苦了 不要亂扯什麼吹票 有機會好不好 我們這個選後 繼續來跟著我們一起 帶風向 我還是 不要亂比啦 你看你又比錯了